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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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冲出亚洲一直是中国足球界的一个目标 历任国家队教练都在为此努力 通过竞聘而成为国家队教练的徐根宝 提出了一个抢B维的战术 当时年为师给我提出两条任务 他说我当了这么多教练 绝不配合我都能解决 但整体的东西我很难解决 一 你帮我解决一个这个通过实践 你给我解决这些东西 第二一个抢劲问题 中国运动员抢就不行 所以我带着这两个问题去实践 后来去年之道 他们就当时这个主旧领导小组吧 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那个徐根宝导 那么抢B维的话呢 因为这根本最大的特点是 这种激情 我说那么激情从精神范畜上来说 是要压倒一起气势 压倒一起敌人 不比敌人就压倒 你能改变这个真实主流主情 你这就是本事 此去征程多磨难 巴塞罗那奥运会足球比赛 亚洲只有三个名额 实事求是了奖 中国队在亚洲并不占绝对优势 即使小组战胜朝鲜队 也并非就能够参加奥运会 亚洲区共分六个小组 进行第一阶段预赛 决出六个小组第一名 然后这六个队 再进行第二阶段的比赛 最后决出三个队 代表亚洲参加奥运会 徐根宝注入激情 运用抢B维 国奥队一路连胜 以小组第一名的身份 在吉隆坡争夺出现拳 走向巴塞罗那 开始比赛很好的了 三场比赛拿了六分 已经是出现的分 眼看胜利在望 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已经开始准备庆祝活动 在最后一场比赛中 中国队在开场九分钟内 就输给韩国队三个球 出现马上成了泡影 中国队二十年来 一直患恐寒症 那次比赛后 症状更为加重 比赛以后 我们的队员下来以后 一个一个把衣服脱了以后 都扔在替补鞋上 当时我看了以后 很火 我就说 你们给我穿起来 我说求输了 你能不能输啊 这一天是1991年的主席 拜军之将徐根堡率队为国 从上飞机那些空姐服务员 飞行员都说 你们还回来干什么 你们就在那过春节吧 就这样 这种话都出来了 你说他们什么心情 心情呢当然不好受 这一点你肯定的 那一年过年我在北京 年上晚上根本没什么吃饭 本来儿子在上海等我们团阅的 结果也没去 我记得年初上晚上 我就感谢我的人 支持我的人打电话 表示感谢 好多他不敢打电话 来找我 不是怎么 安闻你知道 有的是也不 没关系 怎么会没关系呢 对不对 这一片宝宝这种身中啊 我确确实的想 就是不干了 当时的 当时的日本啊 当时的日本啊 已经申请到就是2002年的世界杯权力 所以我当时想了 如果我们2002年能够出的人才 培养出的人才 为中国做学做的贡献 那是多好 所以当时我想搞个小孩的俱乐部 直到现在 徐根宝都还拿出很多精力来培养少年足球人才 1999年开办的根宝足球学校贷款上千万 在全国范围内招生 有时一想到钱 他发愁 你看看他们的 已经带进了 把头拿去 这个年龄的时候 我们根本没这个条件 这是在胡同里面 自己练练这种球 没人叫的 完全是自发的 但是我自己感觉到 我小时候踢球 还是有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是 我在小学的时候 其他人是比不上我的 因为大家都是乱踢嘛 在乱的当中 我也是等着 我捡个肉拿出来的 这个就是一种意识 一种感觉 这也许注定我是 可能成为一个自学议论员 人比较机灵 反应性特别快 在我小时候感觉 就是我们弄堂里面 有这个 就是每家有一个小花园 小花园有个铁门 就是铁门上面有两个柱子 它能从这个柱子跳到那个柱子 就是一个说明它机灵 另外一个它的胆子也很大 我们爬上去 站在上面都不干 就是它从上面能够跳过去 就是过去 我们看到跳的 就是猫能够从这里 蹦跳过去 要 那高度也要二楼高了 上海在九十年代以后 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先头阵地 1993年中国足球开始从体制上寻求出路 干好干坏一个样成绩好坏 不影响球员待遇的专业队制度 被打破时 上海在全国第一家成立了 生花职业俱乐部 由企业出资自负盈亏 上海人徐根宝被聘为主教练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50岁的徐根宝是第一次 进入上海的足球队 我到16岁嘛 17岁 上海当时组织了三个少年队 我都没变全上 原因呢就是说我身体太瘦 这是一个第二个说我技术不是很好 实际上我那时体能很好 尤其我的爆发力 爆发力比较好 但一到部队以后 部队的南京部队的教练 他强调作风啊 他感觉我这种作风阴朗 速度快 所以我第二年就在南京部队用 就当时我17岁就能打上甲鸡队 我们都在北京 那我当然不愿意他离开了 因为那时候儿子还在上学嘛 因为他觉得他当时跟斯拉夫呢 他这个人我觉得他 只能当一把手不能当二把手 我觉得他是这样 给大家看到就是有个新的精神面貌 第二呢给大家看到就是 这个队有进步 有希望 上海的寒冬风雨交加 徐根宝开始了他在生花队的 第一场训练课 到了球场他才发现 上海队的11名主力队员当中 有7名没有到场 原因是他们早就知道 徐根宝的厉害 而且在俱乐部踢球 也很难说有什么保障 第一天兄弟们因为 因为上海的冬天下雨 特别冷 那么当时就说有队员 好像或者其他的教练就提出来 是不是因为考虑到这个气候原因 是不是可以改在室内 后来他就反对 他说要把这个球队精神面貌体现出来 所以还是坚持 最后还是在十万兄弟们 老队员不来就练年轻队员 徐根宝开始了残酷的训练 我工作是严的 修练是严的 有时候嘴里还说一张话 那么这个呢确实是事实 我们在管理上呢也锁门的 一到晚上锁门的 有时候我确实是法国的时候也骂一骂 甚至有时候上去敲了一下头 就上海人给我切抹的纸 前天那么给五成爷吃了抹的纸了 上海人一直以脑子灵活组成 上海的队员也是这样 他们技术细腻而精巧 但是他们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太软 不敢身体对抗 不敢拼抢 这与徐根宝的抢壁围 所要求的有激情 恰好相反 大家知道 我们上海的人打得比较软 但是他提出了墙壁围的口号以后 要求每个人都全力以赴的 要拼抢 接接 1994年的假黑联赛开始 12个俱乐部粉末登场 各地的球势也空前的火爆了起 有轮比赛上 上海球迷就发现 被他们嘲笑为丸脚蟹的上海队 已经变成了一支作风硬朗的队伍 一开赛就连赢四场 中国足坛还是领教抢低违的滋味 队员高兴 球迷称赞根宝是个宝 于根宝春风得意了 第五轮挑战山东泰山队的时候 教练组的人都认为 这个队太弱不是自己的对手 不料就是这场比赛 神花队以1比3输掉了 接下来的几场比赛 神花队一路连败 抢低违的威力荡然无存 到了与广东太阳神队对阵的时候 竟以1比6的大地分输了下来 马区跟宝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出现最精彩的一句话 叫跟宝草包 总的我是坚持的 但是在坚持过程中 有时候出现问题 是不是逛抢不行了 也讲得传技技术了 就把原来风格也丢掉了 也丢掉 我记得 反正也丢掉这个的时候 成绩就下降 外患未凭 内忧又起 神花队的头号球星 厂商队长范志毅 跟徐根宝闹起了矛盾 我以前我跟他吵得很厉害 94年6月份打了半第四人的时候 跟那个辽宁航行队那时候 辽宁队 打了半场就都 他老骂我 老说我 你小贩是祸是福 我现在不清楚 是吧 我说你搞好了 就是福 我的夫妻 你搞不好 我是祸害 他回来以后 在饭堂里 我不在 我后来听 其他教练说的 同志们再见了 跟对面说告别了 三天没见面 离不开他 现在我想想 只要去找现在医生 我肯定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对小贩还是进行教育 帮助 当然这个教育 帮助是以批评 跟他错误的东西 做斗争 还是坚持抢低帷 徐根宝揣着一份 辞职书上来球场 结果大获全胜 第一年 突出抢低帷的生花队 名列假黑第三名 而在开赛前 球迷和媒体的预测 是第六名 有很多人都说呢 通过看一个国家的足球 就能看出一个民族的性格 比如说 通过看德国足球 你就能感受出 日尔曼民族的纪律和严谨 还包括阿根廷的浪漫和活力 以英格兰的竞争和绅士风度 但是我们却一直无法在 变来变去 没有走上正轨的中国足球上 看到中华民族的性格 不过这种状况在94年 已经开始得到改善 已经有很多的探索者在路上 这其中 包括原国家足球队的主教练 现任上海生花足球队的主教练 徐根宝 中华人都能看出一切 中华人都能看出一切 局出现 这下支代 橋本人都能看出一切 市质疾 通过 1995年 抢逼为越打越顺 上海队创造了十连胜的记录 夺得了甲英联赛的冠军 上海阔别这个荣誉已经33年 徐根宝在捧上奖辈的时候 流了泪 我没哭 高兴不会哭 在北京 他就是 他 我就是说一定要他拿了冠军以后 我才到上海 徐根宝的妻子 60年代是国家游泳队的 从南京部队到八一队 随后又到国家队踢球的徐根宝 与他认识 那是文化大命的时候 他们宣传队就是说 那下去演出啊 那徐根宝就搬奏杨琪 那时候他就对我挺好的了 我没有什么想法的 我们75年结婚 我这个人一般是 就是做什么事比较挺他 就是他说什么 一般我比较挺 依赖性比较强呀 我觉得嫁给他 应该是我的福气了 上海生花队开始走下坡路 还是抢壁围 还是徐根宝 还是那一批队员 就是打不赢比赛 赛季结束 又只拿了一个第三名 那么是俱乐部有一层意思 就像黄黄教练 因为他们认为 跟保老师强别为 技术上不行 当然俱乐部有这个想法以后 我也非常理解的 离开这种心情 我当时说是非常留恋地离开 因为上海做出环境好 拥有一批和自己 一起成长起来的 一起共欢乐 同港口的一些球员 那么这种离开 其实是很流利 包括广大的球迷领导 但是总是要换地方的呀 离开生花队不到一个月 广东的媒体突然大肆炫扬 徐根宝来了 出任广州松日队的教练 年薪一百万 这次徐根宝又发出了豪言壮丽 冲不上脚也不当教练 我的前提呢 我有自信心 我相信我这一套东西 能够把球队搞好 这是我一个前提 第二个呢就是 我也喜欢挑战 改造松日队的工作开始了 当时广东的媒体和足球界 对松日队有一个评价就是 私心重缺激情没追求 原来以为松日队还可以 但是一句以后 他们两个人就更保 这个队怎么这么差 不管怎么差 抢必为还是要上的 于是又一次严格的训练开始了 他带队员吧 他都看得比较紧 特别是训练的时候啊 要求啊 跟平时生活路要求的比较 比较严一点 严的有时候都有点 队员有点受不了 抢必为立竿见影 甲闭联赛开始 松日队一路领先 第一阶段下来 松日队积分排名第一 离上甲A只有直尺之遥 徐根宝又一次意气风发了 就像1994年在上海生花 形势又突然急转直下 松日队在第二阶段状态 时好时坏 总是散不够冲上甲A的比分 第二阶段呢 承接的不行 绝不是因为 那个在战术上 或者抢备威 或者其他方面 更重要的一条原因 应该说还是在我的思想上面 由于我思想上有这种 一些自满的情绪 那么队员呢 也后度后说也滋涨着这样的情绪 还像在生花队 成绩不好 教练与队员之间的矛盾 也开始激化 徐根宝准备处理一名 与他顶撞的队 其他队员就来找我 徐岛 一希望你不要这样处理 第二 要这样处理的话呢 我们在场上比赛 我们情绪也不会掉动气氛 徐岛的不足之处呢 可能就是年龄跟球员 现在代沟比较大 在沟通上可能会 当然有教练的问题 也有队员的问题 在沟通上可能会有欠缺一些 三天之后就有一场 与武汉雅齐队的比赛 只要赢了这场比赛 松日队冲A就可以成功 考虑到这一切 一向严厉的徐根宝 这次让步了 但是比赛还是输了 形势更加严峻 到挑战河南建业队的时候 如果赢不了这场球 冲甲A就没有希望 建业队志在必得 河南球迷豪气冲天 徐根宝完了 我们一定要从家外 我们要摔掉嘉宾 是我们全能全民的心愿 在沟通家里就没了 沟通家里给了个王子 没希望了 他电视上还有一句话 他从没希望了 不当教练就不当教练 当教练压力这么大 日子这么难过 对吧 没什么 我觉得好像不当教练 轻松了嘛 解放了 对吧 还是一个月月还高兴 有这个想法 是有这个想法 徐根宝的教练生涯 是1975年 从国家队退役后开始的 先是在北京的一个 少年体校当教练 接着是在山西 云南等省队 后来是在国家队 算起来也已20多年了 我就完了 我完成浑身一种解脱 不当教练了 不当教练了 从事也不当教练了 浑身一种解脱 特别舒服感觉到 真的特别舒服 结果开心 我发布会说 哥宝 还有希望 咱们输了 深圳也输了 海市也输了 就跟我有关系的 这个队全输了 这不是天老爷 好像帮忙一样的 既然还有希望 那就还得争取 松日队接下去 又一路连胜 最后一轮 打败天津万科队以后 就只有看上海育员队 与河南建业队的比赛结果 如果河南队赢了 就可以冲进甲列 而上海育员队 无论输赢 都已经不能冲A 按照国内足坛常见的情况 他们大可以破罐子破摔了 广东的比赛已经结束 上海的比赛还在进行 徐根宝的老乡上海育员队 顶住了河南队 把松日顶进了甲A 现在一赛已经结束了 我能胜账呀 谢天谢地谢人 我记上那场球 这个是最后一场球 我是看人家 看人家 那么口袋里说实话 准备了两份发言告 冲上来就三线 六个字 冲不上 那么我要给新闻界要讲的 那么就是很简单的 就是我实现我自己赛前的承诺的话 就是从此以后不当交流 他的运气方面确实是存在的 但是他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 一般没有实力的人不敢说大话 但是从根本他自己认为 他肯定是有实力的 我们球迷也非常支持他 也比较相信他有这个能力 所以这线成功是 再有问题 也是人民内部矛盾 做不了先丢武矛盾 你再好也丢武矛盾 是吧 我当时这样比 当然我的生日 这一年 我谢天谢地谢人 运气比较好 至于后来 确实是运气成分比较多一点吧 大连是中国第一足球名城 这个城市曾经培养出了 一百多个国家队队员 和多名国家队教练 四年假黑联赛 他们拿了三年的冠军 足球是这个城市的象征 这个城市的骄傲 但是在1998年 成了大连万达足球队教练的徐根宝 认为这个队还是有缺点 需要改造 第一个就是感觉到 这个队还是有挑战 因为它是冠军队 跟我前面搞的几个队 上海生化跟松任 性质毕竟不一样 第二个考虑就是说 我的能力 我总是要一个体现的地方 那么万达足球队 它的队员的能力 球队整体的实力 我想可能更能 使我的义务能力上 有更大的发挥 加上万达足球队 以前就是稳重有余 去激情 那么我去 如果我注入激情的话 改变大连万达足球队 一个形象的话 那将是会什么 给大连队注入激情的第一场比赛 是在足鞋杯中对阵北京国安队 国安队的实力与大连队差距不少 所有的人都觉得 这场球赛只是大连队赢多赢少 比赛结果大连队输了 过几天在与实力更弱的辽宁府顺队比赛 大连又说 大连的球迷开始大喊 鞠根宝下课 大连的球迷对他不太接受 总觉得感情上过不来 一个大连队让一个上海的教练来指教 所以就感觉的不那么自然 对有些地方不理解 为什么我们就是冠军队教练 突然又换教练呢 这些比较知名的一些运动员的 训练管理 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 而且呢 其实是采取的方法要不一样 我生活的时候都年轻的 我上去可以敲他们头啊 是吧 你万达那些好海东你能敲他头 一向以严厉著称的徐根宝 开始改变训练的方式 万达足球队这一年 我给他们每个礼拜基本上讲一个课 是吧 那么基本上是以提高认识 讲道理等等为主 那么这个方法方式 其实是跟过去有所不同 但是前提 严格训练 严格管理 这两个 绝没有丢 又一场比赛很快临近了 对手是武汉雅棋队 那续道这时候呢 就做了大量的工作 而且呢 就是把队员要求全体放松 去看一场电影 去看一场就是泰坦尼格尔号电影 这在武汉雅棋道理后 没有说给大家灌输很多 这比赛非一定要赢一下 一下一下 反正是队员这种精神上 轻松了 大连万达毕竟是大连万达 徐根堡注入激情后 先是以7比0大胜武汉雅棋 接着又以大比分 一路连胜11场 提前四轮夺冠 打破了他自己 在上海生花的记录 徐根堡本人还被评为 98年度亚洲最佳教练 98万宝路最佳教练金牌奖得主 徐根堡 徐教练在过去的五年 讲一年代中 曾指教过上海生花 大连万达 在他的指教下 两个人都取得过优异的 万达这一年呢 是我把所有的赌注都压进去了 因为他我记手的时候 他不是一张白纸啊 记他这个队的时候 他已经画了一幅很美很美的画 我怎么画法这幅画 我如果画不好的话 就是画色天拙啊 是不是 当然如果画好的话 就是画龙点睛 1999年徐根堡又注入更大的激情去执教大连队 结果又像在上海生花夺冠后的第二年一样 一切又都不顺了 1999年的那个贾埃首轮啊 就是更堡带大连队在主场实力 然后呢就是他大连球迷呢 就喊出了让那个徐根堡下课 因为我们作为上海的传媒 因为更堡是上海人 我们特别关心他 我们为更堡呢 那个时候觉得更堡呢 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们呢给他做了一个标题 就是更堡更堡千万点注 就做了这样一个标题 还教了一个教练是捅碗都不怕艰难不怕煮 接下来以后呢 更堡下课的呼声越来越高 我们画了一张漫画 亲密世界雨纷纷 更堡起断越断浑 更堡的脾气就是我根本就 要相信就太阳能够出来 这个根堡呢 当初的根堡呢 在甲鱼里面一直是一个右等身嘛 我们说了他是右等身 他的右点非常突出 他的确点也非常明显 所以呢在那个 猪坛呢 有像一个生悟空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性格 就是天不怕地不怕 挑战危险挑战困难 所以我们觉得根堡 把它化成一个生悟空式 身心者是非常妥当的 而我们的球迷呢 就像唐生一样 拼命顶固舟 下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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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根堡头非常运 非常痛苦 封销消息 甲鱼喊仗是一曲起不复返 他要告别 祝坛一个时期了 力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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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上来的时候 挺凶猛的 但是他跑不远 走不远 一百步 一百米 好像是二百米 他只有这个 抓住了 就是他的本事 这是运气 就像非洲人的力爆 并不知道离开以后 要感觉到很悲伤 因为离开以后 第一 刚过一个月 有些假意的人要来请我来 而是高兴请我 我都没去 我需要冷静中间 有个大使给我一句话 悬崖沙手 死地而合身 说明我还能干嘛 悬崖沙手你还有命吗 没有 但是死地而合身 这是一个大使 在我直教第二年 在大连曼达的时候 在连续不顺的时候 他说你跟宝 不会你还有戏 徐根宝终于下课了 按照徐根宝的说法 是真正的轻松了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 他几乎每天都到上海 崇敏岛的足球学校去 他从媒体和球迷的视线中 逐步淡出 直到2000年底 他又突然宣布 出任中远惠丽足球俱乐部教练 从甲还是您觉得肯定没问题了吗 不能说没问题 肯定是增加实力 肯定是跟原来队是大不一样 对不对 因为我今天提出三个新嘛 新的成绩 新的那个面貌 新的技术风格 现在好多记者 我去中原以后 他希望我听这一跳 你冲不上甲也怎么办 我心里想老讲就没意思 我难道说冲不上甲也 我跳黄埔 他们可能来听了 他就等我可能跳黄埔这样 是不是 虽说是树立新形象 但中原队有好几个队员 都是徐根宝在生花时期的老队员 而且中原队的前身 其实就是当年帮助徐根宝和松日队 冲上甲A的那支上海预言队 我就感觉到有一种命运 当时你帮我冲上甲A了 我现在回报你们来了 所以我不可以说一种安排 有的是很怪的了 对吧 你说得清楚了 上海的一些媒体认为 已经淡出的徐根宝 突然接手中原队 有一个原因是 足球学校的财政压力 他需要钱 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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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人当中 说实话将来能出过 如果是国家队员 要能出过三四个四五个 那相当了不起的 但是我想甲基队里面队员 出过一个队没问题的 你看看这些脚效果 他们应该说这个队也有好的 中国的曼联就是在这里产生 因为我想这里是有球星 因为原来体会主任武造主 给我提词 足球明星的摇篮 走向世界的希望 因为中国足球最有球星 才有希望走向世界 在这里产生的摇篮